木制棧桥的护栏 台阶 石柱 被厚厚的冰层裹住 在阳光下闪着晶莹剔透的光 今年跨年大陆各地白雪茫茫 尤其是闪东维海连日出现零下八度的低温 强风加上降雪 就连海浪打在桥上都形成了一片冰卦 画面美得就像童话世界一样 在大风和低温的作用下 海浪溅起的海水迅速结冰 形成了冬至海岸独有的冰零美景 而在湖南的凤凰古城 矮矮白雪把古典建築和小桥流水 穿上了一件白色毛衣 白雪不仅吸引女人 就连住在四川的大熊猫 也都兴奋地爬上树玩雪 不知道是因为树枝太细 还是毛熊太重 好几次都不小心摔下来 幸好她的反应够快 及时再抓住树枝 才又继续回到树上玩雪 各路已接近提醒总大驾驶员 出现注意安全 拿起三脚椎正要放上路提醒驾驶 但执行的交警们 却连站都站不稳 在结冰的路上滑过来又滑过去 而在云南虽然没有降雪 但在元旦假期期间 云南野生动物园里 每天都会藏十万枚蛋类 包括安全蛋 鸡蛋 鸭蛋 甚至还可以发现 土鸟蛋 孔雀蛋等珍惜蛋种 我觉得算是对我2019年的一个祝福 同时也是对我2018年的一个告别 希望我可以将这些转运蛋 带到我的2019年 让我的2019年更加顺顺利利 圆圆满满 顺风顺水 各种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蛋 就藏在动物园里的每个角落 等着游客去讨个好彩头 记者万少安报道